日本職棒的一個發展 這個球打成一個穿越了安打 這個球是剛剛好的 穿過了一二壘之間 球數是絕對領先的 有點可惜 沒錯 應該球的位置還是高了一點 場面還是有兩名投手在做熱身 包括李彥晴跟羅國華一左一右 不過宋佳豪如果能夠投得這個 比較穩定的發揮 應該是可以繼續的往下投了 對 當然這集 從四局